全空禅意外掉线,16岁天才师姐,暴冷夺冠后,摊牌跳水队,网友点赞周济红 大家好,我是直言,欢迎来到本期的直言聊体育 这一期视频直言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国跳水队 聊聊大家一直非常关注的小将全空禅 那么如果你看完视频也支持我的看法 不要忘了给本期视频点赞关注 你的点赞将会让更多关注跳水队,关注全空禅的体育迷 看到直言的视频 接下来咱们就言归正传,一起来聊聊跳水队 聊聊小将全空禅,他的一个意外消息 那么我们都知道在东京卫会当中 咱们国内的跳水小将全空禅,他是一跳而红 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传奇运动员 那么在女子10米跳台上,五跳三次满分的这样一个强力表现 一次让全空禅成为了郭晶晶之后 咱们跳水界最亮眼的一颗新星 那么外界对于全空禅也是赋予了更多关注和期待 红红姐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咱们国内体育的绝对代表 对吧 那么大家也都希望了全空禅能够在全运会夺金之后 再次去缔造一个好的成绩 能够在国际大赛当中继续延续个人强势的表现 但是我们也都清楚 由于国际疫情影响 目前很多咱们国际比赛都受到了同步的干扰 近期大家也看到 像杭州亚运会的比赛也是宣布了延期 所以这就导致中国跳水队短期内 很难登陆到国内的舞台来展现实力 而眼下中国跳水队的主要任务就是两方面 一个是备战巴黎奥运会 那么这也是咱们中国所有体育项目的长远目标 那么谁都想能够在2024年帮助中国队去摘夺金牌 而且跳水梦之队更是咱们中国体育项目的排毒兵 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近期即将开赛的跳水世纪赛 作为跳水界最高的竞技舞台 这个比赛可以说最大程度能够帮助跳水队去检验整个周期的成色 可以帮助队伍积累经验和寻找不足 所以这是跳水队一直去筹备的方向 那么这样的筹备工作当中 咱们跳水队整体准备的怎么样 而全共产他的表现又怎么样呢 实际上在不就以前 全共产的最新备战情况是得到更新 跳水队方面也是有了一些实力变化 但是这样的变化会让大家感觉到有一些始料未及 可能关注全共产的体育迷都会有一些担心 那么在跳水队大赛间歇期的时间 领队周继红在前期是组织了一次跳水队内部的测试赛 而这项比赛虽然不是什么正式的大赛 但是也是经过严格要求 整体也是按照国际比赛的标准 而跳水队呢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 更好的去激活队员实力 去保持整个团队的状态 但是在不久之前的10米跳台比赛里 小将全共产却是出现了意外爆冷的情况 那么在10米跳台的比赛当中 全共产遭遇到了师姐陈于希的压制 让陈于希以422.7分的分数 拿下了策尔赛10米跳台最终冠军 那么这样的情况可以说真的是一个大冷 因为10米跳台一直以来 我们也都知道是全共产最拿手的个人项目 而现在在冬交卫会以后 却第一次受到了同门尸解的冲击 确实呢让我们能够感觉到有一些意外 而可以说在这一次比赛里 无论是个人状态还是其他方面的因素 陈于希都是超过了全共产对吧 而且呢陈于希在赢了全共产以后 他在面对采访的时候 表示自己在世纪赛的目标就是去拿到两块金牌 所以在信息上陈于希也因为这一次的成绩有了很大进步 那么从这表面上来看 对于全共产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也让全共产的粉丝为他感到担心 但是对于跳水队来说 其实全共产这样的表现 领队朱继红啊很早就有所预料 所以在冬交卫会以后 那么他也是指派了陈若林 给全共产去当主管教练 可以说当时周继红就是看透了这一点 就是希望能够尽快的去帮助全共产寻找问题 去摆脱问题 因此呢 现在队内赛出现一些问题也没什么大不了 对吧 团队方面已经做好了提前的准备 而且跳水队方面有了竞争的话 那么当陈于希这些运动员能够去和全共产共同进步以后 实力更加的均衡 这才是咱们跳水队最好的一个最终答案 那么最后我们也希望在找到问题以后 跳水队的年轻运动员能够迅速的去克服个人问题 我们也希望小江全共产能够在未来迅速的走出个人这样一个小小的麻烦 能够在赛场之上贡献更好的表现 好那么本期视频呢就聊到这里 喜欢听直言聊秋的朋友 不要忘了给视频点赞关注 有问题也可以在视频箱上留言体育新闻事 下期咱们接着聊